广大者及金钟 宽广平正不可献祭 这极乐世界 为什么会献这个境界 你就想到 那个极乐世界的人 他没有往里 所以宽广平正就现成 心量 也没有极限 心报太虚 两周杀机 你要把这一句 这个宽广平正不可献祭 你要真正明了了 极乐世界在哪里 变法界虚空界 就是极乐世界 就在此地 我们见不到 好比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 我们按的这个频道 这个现象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 极乐世界也在这个频道 你换一个频道 极乐世界也出现了 还在这个屏幕上 不急不离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这个频道呢 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之处 那极乐世界的频道呢 但文语妄想分别之处 极乐世界 变法界虚空界 我们这个六道 是不是变法界虚空界 是啊 一定也没错 都不是真的 我们这个世界 六道是假的 不是真的 极乐世界也不是真的 这个要知道 所以极乐世界 是怎么现前的 清净平等 这些人现前的 就现极乐 那我们 任安物的心 高下的心 功高无慢 你而不觉的心 就变六道路快 就这么回事 所以 中风禅寺说得好啊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为什么 清净平等觉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贪嗔痴痴慢疑的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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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轮回啊 就是那一念呢 你念头看怎么转呢 这个念头就好像频道一样啊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念头 要是清净平等 就 这个 境界 就是极乐世界 净随心窗 没有境界 境界是心变现的 心善就变善境界 心不善就变不善境界 心清净就变佛境界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不要分 哎呀 极乐世界 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佛过度 那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方便说的 跟你讲真实的 那就不是这个想法了 方便说 也没说错啊 那十万亿佛过度 非常遥远呢 怎么遥远呢 为什么会那么遥远呢 你烦恼不容易放下 就遥远了 你要防烦恼 一下放下去很近啊 哪有距离啊 随佛的话了 话中有话 你要会体会 你要不会体会的时候 把话都做实了 那佛就喊冤枉了 这就是佛句句话 字字句句 活的 不是死的 所以 佛的话没意思啊 佛的经典这些文字 也没有意思 你要说有意思的时候 都是你自己的意思 如果没有意思 它就无量意啊 要有意思不就是一个意思 那哪有无量意 你现在看报纸 杂志 现在的文章 就是一个意思 不是第二 佛经无量意 你看自古以来 每一个朝代人 注节的都不一样 那不就是无量意吗 那汉朝人注节 汉朝人的意思 反映出来 佛反映出来 对他说的 唐人注节的 唐朝人的意思 现在人注节的 现在人的意思 那反映我们现前所迫切需要 黄年老不容易 现代人啊 他把列朝列代 这些大德 对于这个经文的解释 他都混集在一起 这个好 让我们能看到 每一个朝代对他解释 每一个朝代 他是怎么讲解 怎么样去做的 他是如何需要的 也就这话说 超越空间 超越世界 无论在什么地方讲 他都讲得很圆满 讲得一点障碍都没有 活的 那他不是个四半板的东西 这说广大 这说广大 是吗 莫